一連鳴曲 賴慶德 莊敬成被支持者夾到欢迎 一路握手打招呼 莊敬成 台中第五選區 立委參選人莊敬成 被民進黨推選為全台第一棒 成立於賴慶德聯合競選總部 服務處掛上新看板 賴慶德 莊敬成 雙雙穿上西裝自信微笑 另外皮卡戰車也早早準備好 以紅色為基底 那所以我這一次競選年任 就是要確保這一席 可以再一次的拿到勝利 前民进党主席卓榮泰表示 立委选情影响总统选票 尤其中部竹苗中张头是关键席次 台中的北北屯选区 更是全台中人口最多的区域 胜败可看出中间选民的票数 因此这一棒至关重要 2022上选举的状况看起来 那中部地区确实对我们这次立委选战 产生了一些挑战 我们都一定要确保可以连任 才能确保我们在立法院可以有过半 国民党同样锁定中部立委席次 看中这一席 因为北北屯是市长卢秀燕的本命票仓 推派议员黄敬豪挑战立委 蓝白河的确定一点 或是说等到我们的所谓部分区名单 也都定案之后 11月12月我们才会来正式的请列 成立的竞选总部 中部一项都是在台湾的政坛 一项都是所谓的摇摆州 那蓝绿的选民的这个分界 没那么明显 那中间选民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成为选举最后关键的影响 2024总统立委选战倒数 绿庄敬成立行连任 不敢轻呼对手提前布局 同时带动总统选亲 对手黄建豪按照自己的步调 也有不能输的压力 在是王子余全场的宣言专台中采访不到